哈喽大家晚上好 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之前没听过五五老师课程的呀 如果没有 我先给你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彼此先认识一下 这样你才能放心大胆的来跟我学习 好吧 我姓武 对武的武 那今天我给你们带来的这个课程呢 是非常奇妙的一节课 叫做人像美姿 因为很多人啊 你可能自己捣鼓捣鼓相机 你还可以 让你拍拍风光 拍拍花花草草 可能也还行 但是呢 给你约了一个小妹妹 站在你旁边呢 可能你就开始捉襟见肘了 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不对 所以此此刻呢 在座的各位 今天这节课啊 你赶紧准备好你的笔记本 然后呢 把我今天的课程内容重点啊 给他记下 以后这个再漂亮的小妹妹 或者再不漂亮的小妹妹 你都能把他拍漂亮 那么咱们今天学习这个人像美姿 我们怎么样来学呢 其实大部分人刚学习美姿 学的都是一个假的美姿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 哎 我去看看别人的照片 人家这样摆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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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你在市面上去搜索任何的教程 他都是教你这样摆 那样摆 这样摆 那样摆 当你拿着相机去拍的时候 你又自己摆不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自己没有一个美姿调整的逻辑 所以今天如果咱们要学美姿啊 咱们一定要把美姿学习的逻辑 给他梳理清楚 那么咱们今天这个美姿学习的逻辑呢 我会像带你们玩游戏一样啊 解决第一关通关 再到第二关 再到第三关 那么美姿通关 第一关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在座的各位啊 你们知道吗 其实一些美姿啊 你去跟人家学 它不一定是对的 它也不一定是好看的 我们呢 一定要去掌握一套 关于美姿评判的规律 学了之后呢 你才能知道什么样的美姿是好的 什么样的美姿是不好的 然后你才能知道 哦下次掌握了这一套美姿规律 我自己去拍 我自己去掌握美姿的时候 我要应该如何去进行掌握 所以今天美姿通关 第一关 学习人体美姿规律 那第二关咱们学什么呢 要再针对单人美姿进行通关了 你的站姿坐姿 蹲姿躺姿 趴姿 靠姿跪姿 我们怎么样来玩 你要心里有数啊 我们说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站有站向 坐有坐向 你怎么站 你怎么做 你应该心里有数的 这是我们第二关要解决的问题 那第三关 我们今天要解决什么呢 我有没有跟大家说过 一般在我们拍人上摄影的时候 其实一般都要先确定主题的是与不是 那么我们确定主题了之后 接下来所有的动作都是在为我们的拍摄主题做服务 是与不是 那么此时此刻 你调整美姿是不是也要服务于你的主题 比如说你今天要拍的是日系小青星类型的照片 那么你日系小青星类型的照片 你要知道你的美姿是要往清新自然的方向去走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拍欧美时尚风的美姿 那么你的美姿方向是要有个性洒脱的这种状态存在的 那如果说你要拍的是中国风 那么今天你的美姿是要往轻盈飘逸柔美自然的方向去走的 我们简称清飘柔不是海菲斯 所以此时此刻在座的各位 咱们今天学人体美姿怎么学 现在思路方向给到你们了 记下的同学打一个小鲜花 我们就要说思路不对努力白费 有了思路之后呢 你接下来的路走的会更轻松 那么现在先来解决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关卡的问题吧 就是学习人体美姿规律 那么我们学习人体美姿规律 有没有一套方法和方案能够让我们快速有效的掌控美姿呢 当然有 其实啊 今天这节课人体美姿规律 我会带你们从美术绘画的角度上 带你们去掌控它 美术绘画一个非常新颖的学习方向啊 那么也就意味着以后我们要去看人体 或者掌控人体美姿 我们看的绝对不再是这个人的脸好不好 看手长不长腿长不长 皮肤白不白 我们看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要去看人体当中的这个点在哪里 这个线在哪里 这个面在哪里 因为我们绘画讲究点连成线 线连成面 点线面啊 去进行绘画 那么咱们今天掌控人体美姿 我们也是从点线面出发去进行掌控 那么怎样去掌控呢 来在座的各位啊 首先呢 你要知道人体当中哪些部分可以看作是面 哪些可以看作是线 哪些可以看作是点 先说清楚 在人体当中较大的一些部分 我们是可以看作是面的 细长细长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作是线的 像眼睛啊 这些小点儿 我们是可以看作是点的 我们应该具备这样的一个眼光去看人体 那么在整个人体当中 你要去掌控它 我们可以先从最大的一个板块出发去进行掌控 这个板块就是面 所以呢 哎 接下来啊 我们就先来培养看面的眼光 通过看面去攻破人体美姿了 那么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要培养看面的眼光 那请告诉我 在这样的一个人体当中 哪些部分你觉得 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面呢 哪些部分 比如说 人的大腿 比如说 这个人的大脸盘子 比如说 整个人的大肚蓝 是吧 这其实你们会发现 很多人去看这个面呢 老师这里是面 那里是面 这里也是面 那里也是面 你到处看的都是面 那你去掌控面的过程当中 就会比较的复杂 我的课程啊 我非常提倡一个就是 把简单的东西啊 把复杂的东西 简单化 所以你要去看人体的面啊 没有那么多复杂的面 其实如果你看人体啊 你先做了一个人体拆分 你的面啊 看上去就非常的简单明了了 那做人体拆分呢 一般我们会把人体分为三大板块 第一个部分呢 是头 第二个部分是胸 第三个部分呢 是腿 其实人体我咯唧咯唧 玩一个人体解剖分的 就是三大部分 那么我们再在这三大部分当中 去寻找它主要存在的面就行了 你比如说先来看脸 脸有没有面的存在呢 其实在这里边 当吴吴老师给你把眼睛刨掉 嘴巴刨掉 嘴巴这个笛子刨掉 其实你在这里边看到的 就是一个脸部的大平面而已 那这个面为了好记 待会啊 我们会把它称为脸面 死脸面非鼻脸面啊 你要搞清楚 那么第一个面找到了 第二个面啊 哪里可以看出是面呢 我们再来看胸部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把人家的肚子 胸啊 马甲线 视野线 全部给你挡住 那么此时此刻 在这个部分你看到的 也就是一个大平面了 那这个面为了好记 我们待会呢 会把它命名为胸面 那接下来腿部有没有面呢 我把人家膝盖挡住 腿部线条给你挡住 那此时此刻你在这里看到的也是一个大平面 那为了好记 待会啊 我们就会把这个部分称为腿面 所以你要去看人体当中的面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三大面 哪三大面 第一个脸面 哎 第二个是我们的胸面 第三个是我们的腿面 我们应该这样去看 这个眼光意识培养起来没有 如果你实在改不掉 你那个一上来就看人家小姐姐腿长不长 手长不长的习惯 那么今天你就不要看小姐姐了 你就这样去看她就行了 那此时此刻 你看到的不就是人体当中的三大面吗 这个眼光意识培养起来的同学 打一个一字 摄影功夫在室外 玩摄影 一定要以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 这才叫摄影眼 OK 那么我们看面可以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呢 看面可以帮助我们把人拍得更美吗 当然可以 其实啊 很多人掌控美姿 他拍出来的动作是没有韵律 没有节奏 没有层次的 也是不自然的 所以其实看面 我们主要就是在保证我们美姿的一个自然度而已 那么如果要去保证一个美姿的自然度 怎么样去保证呢 首先你要知道从面出发 怎样的面 所调整出来的这个美姿 它是不自然的 首先来看一下 目前这个人 他的状态 他脸部这个面非常完整 正对着我们的镜头 胸部这个面非常完整 正对着我们的镜头 腿部这个面非常完整 也在正对着我们的镜头 那此时此刻 你去看这样的一个人物美姿 是不是就是呆板的 僵硬的 你拍一两张还行 你张张这么拍 人家妹子反手就给你一巴掌 是吧 所以此时此刻 你就知道了 哦 这些面都非常完整的摆在镜头前的话呢 它可能就会导致美姿不自然 那么我们怎样去保证它自然呢 给大家两个字就行了 这两个字在任何书籍上 以及任何教学的视频当中 你都不可能看到 只有今天吴吴老师课上有啊 你认真听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两个字 破面 破面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面啊 它太完整了 摆在这里 它不好看 它太呆板 它太僵硬 但是呢 我要去破坏掉它 破坏掉它之后呢 哎 这个美姿啊 看上去才会更加自然一些 懂我这个意思吧 那么如果要去做破面 怎么做 一个一个的来嘛 首先呢 是用脸面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可以先破脸面呗 那这个破脸面 怎么破 你们可以想想 很简单的 没有难度系数的 破脸面怎么破 怎么要让这个脸面 它不完整 其实在这里边 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样的面 它完整吗 它不完整啊 为什么 因为它大脸盘子 没有针对我们镜头啊 对不对 它脸它是怎样的 它是往旁边侧过去了的 这是我们在摄影当中 经常说到的四分之三点 也就是说它拍到的 不是一个完整的脸平面 而是一个侧面的脸 这样的面 是不是就会被破坏掉了 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大平面了 那你这样去拍 脸部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僵硬和呆板了 好 破脸面 转脸 是一个方法 你记一下 那还有什么方法呢 比如说 再看这张 这张是不是破边了呢 当然也破了呀 为什么呀 因为它侧脸了 完全侧脸的时候 鼻子的线条 嘴唇的线条 下巴的线条 它会去把这个大平面给破坏掉 它是有起伏的 所以此时此刻 这个面 它是不是也破坏掉了 对不对 我们今天就破坏之王 那么除了转脸 侧脸 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破脸面呢 再来看这张图 我这次我不转脸了 对吧 我也不侧脸了 我直接挡脸行不行 我把一只手 伸在这个脸面前方 这个面 它有一个部分被挡掉了 这是不是 也算是一个破面的过程呢 在座的各位 那还有什么方法呢 你比如说像吴老师拍照 我可能就不喜欢 那种老老实实的拍 我可能就喜欢 这个心狠手辣一点 那我怎么做呢 你比如说像这样的 我不把脸拍全 我只拍一半 我只保留一个嘴唇 哇 此时此刻你的观者 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这个想象空间之外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下次 咱们如果说 要去破脸面的时候 有哪些方法 记在你的笔记本上 我们说侧脸 对不对 把脸侧过去 我们说挡脸 对不对 我们说裁脸 对不对 这些都是破面的一个过程 能理解这个意思的同学 打一个小鲜花 你误到了没有 你领悟到了没有 这些方法 你是不是可以举一反三 把破脸面的方法 一个一个的完善 填空题一样的填在这里边 当然 我看大家小鲜花打得多 我再给你们分享两个方法 破脸面的方法 很多人他没有注意到 这两个方法 第一个 其实你要去破脸面 我们拍照过程当中 通常会用到一些造具的 你比如说一朵小花 一个布条 一个帽子 这种造具挡脸 它是不是也算是 破脸面的过程 那下次你去拍 我用一片小叶子 破脸面行不行 行啊 对不对 这样你的美姿还呆板吗 你的模特网上一站 你还看上去 就那么那么的 那么的动作呆一吗 肯定不会了呀 那么除了咱们 用造具挡脸 还有什么方法呢 我们的光影 它是会有光影 明暗交界线的 你看像这张照片 亮部 它占了整个脸部的 四分之三 暗部 它占了整个脸部的 四分之一 那么光影 可不可以辅助我们 破面 让我们的脸部 不再那么的呆板呢 当然也可以 所以你要破面 你看光影也可以破面 你们可以自己去 大脑风暴 想一想 方法贼夺 好 破脸面完成了之后 比如说 到胸部了呢 那么我们就要到破胸面的环节了 那破胸面 按照刚才 吴吴老师给你们的方法 给你们的思路 请问破胸面怎么破 现在这个胸部的面 非常非常的完整 正对着我们的镜头 我们要破坏掉这个面 怎么去破坏 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其实也用了一些方法 在破面的 你比如说 这个模特的手 在干什么 这里是一个大平面 但是我要破坏掉这个大平面 我扭胯 把这个线条扭出来 我在手插腰 我在挡住这个面 对不对 甚至他还用了高低间 你看方法多不多 所以此时此刻在座的各位 那破胸面 怎么去破坏它 你插腰呗 是不是 你插腰呗 你转身呗 你转身你高低间呗 你提臀呗 对不对 OK 完成破胸面 自己去把答案填更多 那么破胸面完了之后呢 再到破腿面 破腿面可以怎么玩 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了 你看两条腿垂直放在镜面上 非常的呆板 对吧 非常的僵硬 那你要去破掉 破坏掉这个面 可以怎么玩 准备好擦口水了没有 来再看这组图 模特的腿 摆放的时候 都有哪些规律啊 发现了吗 你有没有发现 人家这个美姿很有张力 很有层次 为什么 是因为人家拍的时候 他压根不会让模特这样去站 他腿就一点都不老实 一会儿他是踮脚的 一会儿脚往前踢 一会儿脚往后踢 对不对 反正的话呢 他的腿啊 他一会儿是这样的 一会儿是交叉的 一会儿的话呢 他又是踮脚的 一会儿呢 他又是往前往后去伸的 他的腿就没有老老实实的摆放过 所以此时此刻 你要去拍模特的腿 你也肯定不能让他呆 把他直接两条腿一放 站在那儿啊 那么你可以让他干什么 肩脚 对不对 那么你可以让他干什么 脚交叉 对不对 那有了这些动作了之后 哎 你想想 你的美姿还会有问题了吗 不会了呀 那下次你去拍照的时候 哎 脸怎么摆 可以怎么玩 哎 胸怎么摆 可以怎么玩 腿可以怎么摆 可以怎么玩 反正管理怎么玩 只要你再碰面就行了 学会的同学 打一个小鲜花 所以比学习更重要的 一定是学习方法呀 你看你之前去学 你记动作 你记这个 记那个 记这个 记那个 脑子都记买了 你都不知道自己拍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 那下次你只需要记两个字 破面 行了呀 可以了 破面 两个字 但是呢 在座的各位 其实啊 如果你想把这个破面 做到极致 而且的话呢 想把这个破面 真正的给它做好 我们是要建立在一个 正确的逻辑基础之上 才会去做这些 转脸 侧脸 叉腰 转身 肩脚的 那么是怎样的一个 逻辑基础之上 才去做这些动作呢 来 看清楚 我们此时此刻啊 如果要去破面 你是必须要先保证 你的脸面 胸面 腿面 不在同一个叉叉上的一个基础上 不在同一个叉叉上的一个基础上进行破面的 这个叉叉是什么 天空提给你们 这个叉叉是平面吗 还能是什么 同一个平面上 没有同一个线条上啊 同一个平面 因为刚才你看到了没有 针对镜头的吧 对不对 但是你看一下它的胸面 它没有针对镜头了 它跟脸面不在同一个平面了 为什么 因为它转身过去了 所以一个面 它是在正面 脸面 它是在正面的 对吧 那么这个面 胸面的部分呢 它又在侧面的 所以此时此刻 你拍到了两大面 那这两大面 是不是没有在同一个平面上啊 如果你今天脸面胸面 都在同一个平面上 那我告诉你 你拍出来的就是这种瞬间照了 懂我这个意思吗 懂得打一个一字 嗯 就是这样去玩的 很简单 就是这样去玩的 嗯 理解了之后 接下来 我让大家自己去评判一些问题啊 去看一下一些美子 它到底正不正确啊 那么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来 先评判清楚 脸面是在正面还是侧面 正对镜头的叫正面 侧面 转侧的叫做侧面 脸面是正面还是侧面 买正买侧 买定理手 在哪一面 哪一面 脸面哎 脸面是在正面哎 乖乖 是吧 脸面是在正面 那么胸面呢 胸面是在正面还是侧面 买正买侧 买定理手 你看它胸往哪边转的 胸没有在正面呀 胸转侧去了 是不是啊 胸在正面 中在正面 中在正面 它没有短次啊 中也是在正面了 好 脸是在正面 中也是在正面 好 各位有没有问题 这个美姿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脸是正的 中也是正的 有没有问题 有 其他同学呢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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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 有问题 嘿嘿 你们被吴吴老师骗了啊 哈哈 这位吴吴老师上课很讨厌啊 你们这个上上过课的同学都知道啊 那老师看起来还好啊 对吧 但是呢 你刚才又说 脸面是正面 胸就得在侧面 脸是侧面 胸就得在正面 它们不能在同一个平面上 但是你先看 脸面也正 胸面也正 它们在同一个平面上了呀 但这个美姿依旧还是挺漂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的腿面在侧面了呀 发现了没有 也就是说 脸正 胸正 腿 只要是侧的就可以了 那么怎样去评判这个腿是正是侧呢 你可以看膝盖 如果两个膝盖都针对镜头 那么这张照片的腿面它是正面 如果有一个膝盖往右转或者往左转了 那么这个腿面呢 它就是在侧面了 所以此时此刻你看 脸正 胸正 腿侧 我懂了 我误了 我明白了 脸面 胸面 腿面 只要有一个跟其他两个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就行了 懂这个意思没有 但是你不能三个面都在同一个平面上 但是如果说 你有两个在同一个平面 另一个 好的 侧面去了 那就可以懂这个意思的同学打一个小鲜花 不然你要把你的模特拧成一头马上画 是吧 根据你的需求来调整就行了 你只要根据这样的一个逻辑 根据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调整的美姿 是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跟我这个意思吧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你看它也可以这样玩哦 脸买正买側买定理手 买正买側买定理手 这个毫无疑问 人家玩的是侧面的脸面 对吧 那胸面买正买側 买定理手 这个毫无疑问 人家玩的是胸面 正面 对吧 那腿买正买側 买定理手 哦 这个腿转侧面去了 哎 你就会发现 哇 原来也可以这样玩哦 哦 原来也可以脸侧 胸正腿侧 哦 原来也可以脸正 胸正腿侧 反正呢 我可以自由发挥 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需求来 我可以自己不断的进行变化 学会的打一个小型话 只要你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玩的 那么我管你是这个 呃 要颠脚了 还是要挡脸了 还是要擦腰了 都可以 只要你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玩的 你的美资就不会出现问题 懂这个意思了啊 明白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再给你们看一个案例 可能你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或者有一些新的领悟 比如说来看这样照片 首先这样照片脸面呢 它是转正的 它在正面 对吧 而胸面呢 它是在侧面的 那这个腿面呢 它也是在侧面的 诶 哦 原来美资也可以这样去玩 也可以脸正胸侧腿侧 哦 原来也可以 但是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如果此时此刻对于这张照片 它腿转正 你们觉得可以吗 它的腿转成正面 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呢 行不行 能不能行 能不能靠谱 可以 不好看 可以 在这里边的话呢 请注意在座的各位 从逻辑上呢 哎 脸正胸侧腿正 它是可以的 但是此时此刻 你要看一下 它是坐姿 还是站姿 如果是站姿 你可以这样玩 但是如果是坐姿 你这样拍你的妹子上去 就给你扇一巴掌 为什么 为什么 它穿的是裙子啊 你想干嘛呀 各位 你想干什么啊 你想给人家拍穿帮吗 是不是 你如果让一个妹子穿裙子 然后拍正面 你就正不是人啊 牛盲啊 人家一上去牛盲啊 然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一般我们拍坐姿的时候 如果你的镜头在正面哈 你这个腿也往正面来 那么基盖都朝着达文镜头这边 这时候你会发现 大腿根你是拍不到的 大腿根就被你挡住了 那么我们都说 拍照要拍腹白貌美 大长腿的美女 大长腿 大长腿 你这样咔咔一拍 你直接把人家的腿拍短了半截 懂我这个意思吧 所以如果是坐姿的情况下 请注意 腿一般是在侧面 绝对不会在正面 明白的头学 打一个小鲜花 这是细节 否则你下次你就要吃亏 好 好 那此时此刻关于面的调整 在座的各位 我们就讲到这里 有面的调整 那么你的美姿整体大框架 就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了 下次呢 你遇到一个漂亮的小妹妹 最开始你该怎么干 你该怎么做 你心里边是有点什么的 你不会在那里 不会进去变成的 对不对 好 但是啊 你会发现 我们修房子这个东西啊 他一般修起来之后呢 都是先搭建一个框架 然后是一个毛坯的状态 我们拍照也是一样的呀 你把人体的这个面 给他控好了之后 只能把人体大概的这个动作 给他控出来 但是你要做精装修 对不对 你不搞精装修 你就摆了这么个动作在那里 你可能呢也是会发现你的片子感觉缺精少俩的 所以啊 紧接着在座的各位 面学完之后 我们就要进入到线的学习 去玩你的美姿精装修了 那么如果说要通过看线去攻破美姿的话呢 首先先要培养我们看人体线条的眼光 请问在座的各位 人体当中的哪个部分可以看作是线 是肢 胳膊 腿 手 头发丝 哪哪都是线 此时此刻你们又会发现 哦老师这是线 那也是线 这也是线 那也是线 那此时此刻是不是 你最终去掌控线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 啊老师啊 我好混乱呀 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掌控了 所以我经常说凡是复杂的东西呢 我们尽量去拆分 去让它简单化 那这些线你管它什么线 我先带你们玩一个人体解剖 你就知道哪些线是重要的了 人体解剖的话呢 依旧这样去解剖它 咯咯咯咯把人的头锯出来 咯咯咯咯把人的胸锯出来 咯咯咯咯咯把人的腿锯出来 于是乎呢 人体我们又得到了三大部分了 那在这三大部分当中 有没有线呢 当然有啊 你比如说先说头部 头部哪里的线是最明显的 最主要的呢 就是从我们的鼻子中间 分出来的这条线 这条线是最主要的 那么这条线为了待会好记 我们会把它给一个命名 把它叫做头线 头线 记住了啊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胸部这些部分有没有线呢 当然也有了 你看这个手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马甲线 四叶线 你看这个腰线都是线 那么这些线条 你管它什么线 反正我们都把它统称为胸线 OK完成 下面腿部有没有线呢 你看这两条大长腿不就是线吗 那统称为腿线 所以看线啊 我们也是可以把它看为三大线 一个呢是我们的头线 一个呢是我们的胸线 一个呢是我们的腿线 是不是 OK 这个眼光培养起来了没有 请注意啊 下次看人体麻烦 不要再看人家手长不长 腿长不长 眼睛大不大了 你看的是三大面和三大线 不是你七大姑八大一样 那么此时此刻看线 如果你这个眼光实在记不住 那就不要看小姐姐了 你就这么看线就行了 一共三大线 记住的打一个一字 那么看线有什么作用呢 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其实很多人的美资不好看 非常僵硬非常呆板 也是因为有线条控制不好 那么我们控制线条 主要是帮助我们干嘛呢 也是一样的 也是用来保证 美资的一个自然度的 那么保证美资自然度 你要首先知道 什么样的美资是不自然的 什么样的线条形成的美资 是不自然的 什么样的线条形成的美资 是自然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其实你的人体站直了 在这里它就是一条 非常笔直的大直线 至于不是 那么如果你的人体拍照 一直都是属于一条 完整的非常笔直的大直线的话呢 你会发现你拍出来的照片 就像站军支 你拍个一两张还行 但你张张这么拍 小姐姐一上去就是一巴掌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美资上面形成的这个线条 它自然一些呢 我们现在就只需要做到两个字 破 破什么 刚才是破面 现在破什么 现在是破线呗 咱今天就是破坏之王啊 对不对 那只只要这条线不是老是一条笔直的大直线 就行了 就这个意思 那怎么做 还是分头行动 第一个解决破头线的问题 破头线怎么破 你们想想 就这条头线 你不要老让它跟人体处于同一条直线上 怎么破 歪头 还有什么方法 想想 仰头 仰头不行啊 侧脸 侧脸不行啊 其实在这里边的话呢 最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形设者同学说的非常棒的一个歪头 因为啊 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你转脸是很难去解决这个线条的问题的 你只能歪头 你比如说怎么去解决啊 你看 人体站直 这里是一条大直线 那么你这个头部呢 你转脸没有用啊 你只能这样倒头 这样倒头 也就是我们歪头 左倒右倒 这个线条呢 他才不会跟胸腺腿腺处于一条直线上 那很多人呢 他不是不理解 倒头是什么意思 转脸是什么意思 来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看吴吴老师啊 又可以看到我这张老脸了 看到我 看到没有 看到了打一个一字 所谓倒头是什么意思啊 看到 这个叫倒头 那么转脸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叫转脸 懂这个意思了吗 那很多人 那很多人你在拍照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 哎呀 这个倒头倒头 你让模特去理解倒头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你就跟他说 你去左耳朵 找左边肩膀 右耳朵 找右边肩膀 那就可以了 知道吗 你要会描述 你要知道 你要跟他人家说清楚 否则你说倒头倒头 他给你玩了个转脸 那不行 那你看 这倒头 这就是倒头 理解了吧 OK 那么你自己记一下 倒头 你也可以理解为歪头 好 那第二个点 破胸线 破胸线怎么破 破胸线可以怎么玩 破胸线可以这么玩 就这个线条 你看胸部正理的线条 怎么去 不要让它非常笔直 转 转什么 转什么 柳 差要 好来 我们很多同学 现在心里面 已经是相当有素了 所以其实你们看嘛 学适应真的很简单 也很容易 只是说你真的要找对方法 再难的事情 立刻马上你就可以解决它 来准备好 插口水 其实有时候啊 你去拍一些女性 她身材条件比较好的时候 比较丰满的时候 你看一下身材比较丰满的时候呢 她确确实实 转个身 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非常漂亮的线条出来 所以此时此刻 你要去破胸线 很简单 转身 转身什么 插腰 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OK 那此时此刻 胸线破完了之后 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破腿线 破腿线已经很简单了 请直接给我答案 这个应该不需要 吴吴老师讲 一目了然了 已经 两条腿 底直都放在这 这很直 那怎么办 对 脚交叉 对 人家刚才破腿面怎么玩的呢 还有蹦起来 你这身 真让你磨蹭泪 受泪 人家蹦起来 那我脚交叉是不是破腿线的一个过程 我踮脚是不是 对不对 我脚往前伸 脚往后伸 它是不是 也是呀 所以此时此刻 对于破腿线很简单 肩脚 脚交叉 自己去记吧 这里边呢 我跟你们说过 它相当于是一个填空瓶 我已经把思路和方向给到你了 那下次 你就不断的在实践过程当中自己去想 破头线有哪些方法 中线有哪些方法 腿线有哪些方法 自己去玩 明白的打一个小箭花 OK 我们很多同学会发现 哇 原来是这样玩的 原来是这样做的 下次我就去 好好去破线玩一下 去调整一下 试一下 但是你如果说 现在你毅然决然的转身离开课堂 现在立刻马上去试 你绝对会出现问题的 因为你倒头又转身又插腰又踮脚 你很有可能把你的模特领成一头麻花 所以你如果要去破线 你去做这些动作之前 其实是要先建立在一个正确的逻辑基础 你才去做这样的一些动作的 这个逻辑基础是什么呢 来继续增加破线意识 也就是说啊 当你在破线的时候 你的头线 你的胸线 你的腿线 其实它是不能放在同一条 叉叉上的 叉叉 写什么 你要建立在这个逻辑基础上 之上才能去做一系列的调整 当然是同一条直线 那此时此刻把它记住啊 头一条直线上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怎样去做到人体头线 胸线腿线不在同一条直线上呢 比如说你看这样的一张照片 你们仔细观察一下 它的头线在人体的这条直线上吗 在不在 头还在不在 头还在不在 仔细看一下 在不在 不在了呗 倒头了嘛 对不对 倒头了 它就不在这条直线上了嘛 用了我们刚才说的方法了呀 对不对 那么这个胸线在不在人体的这条直线上 在的呀 它又没有把手伸出去 又没有转身 又没有什么其他线条 那么腿线在不在这条直线上呢 不在了呀 因为把腿伸出去了 是吧 它踮脚了 所以此时此刻你就看到 哦 原来这就是破线哦 原来就是这样玩的哦 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那除了可以这样玩 还可以怎么玩呢 比如说还有这样的一个玩法 你看 你看一下人家的头 头线在不在 在不在 头还在不在 头还在不在这条直线上 这就但凡是刚一下子进入到课堂的同学 马上就会说 啊 什么老师在问什么问题 头在不在 吓一跳啊 头在啊 这里边吴吴老师又给你们挖了 一些坑了 这里呢是要给你们在座各位这个没有仔细观察的同学呢 提个醒 其实很多同学他会认为 哎 老师这个头线他是在的啊 头在的 头在的 其实啊 他不在 你仔细看一下 他到底在不在 人体这条直线画下来 那你看一下头部 从鼻子这条线划分出来的线条 他在不在这条直线上 他不在的呀 所以请记住哦 我们如果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你要破头线 你要去倒头 不是说每一张照片我都要像玩摇滚一样把这个头甩的头发飞起 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倒头 因为有时候你确实确实实去拍的一些美姿需要张狂一点 那么你这个动作幅度要大一点 但如果说你像拍吴老师这种安静又温柔的小姐姐 这个说法有点过分啊 但但凡你哪天拍到那种安静又温柔的小姐姐 你让人家倒头 你可能 你绝对是不能倒那么夸张 你肯定是要适当的去倒 去增加美姿层次 但是注意不要太夸张 这里明白的打一个姨子 这是细节 对吧 这是细节 适当倒一点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胸线在不在 胸线肯定不在了呀 插腰了呗 对不对 腿线在不在 腿线也不在了 破腿了呗 那么此时你再看一下 哦原来破线也可以这样玩哦 也可以就是说胸线在这条直线上 腿线头线不在 哦月也可以全部都不在这条 实线上 哦也可以这样去玩 但是如果说我们去做破线 线的玩法是比面的玩法要丰富的多的多的 因为线条它是可以帮我们形成不同的形态 比如说 倒头 转身 提屁股 好 这是什么线 这叫什么线 什么样的线的形态 S型嘛 对不对 对你的线条的调整 它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它会比我们面的调整更有意思 你看这样的话呢 不就成了一个S型线条了吗 S型线条了吗 对不对 OK 那么现在呢 关于破线 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学到了的打一个小鲜花 关于线条的掌碰啊 还有得玩 还没有结束 关于线条的学习 还有另一个认知 需要等着你去提升 那么在这里边呢 如果我们玩线条啊 线呢 它是有不同的形态表现的 那么它的不同形态的表现呢 它会给我们的画面感带来不一样的视觉观感 比如说我们在画面当中 以这种曲线 以这种S型为主导的线条 它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视觉观感 好 那么在这里边 S型 你们看一下 它可以给你形成一个画面当中的什么样的一个视觉观感 一般S型是不是会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 对不对 或者说带来一些性感的感觉 对不对 那么下次你去拍照的时候 你要的片子是什么感觉 柔和的性感的 那么你的人体曲线应该往什么方向去走 更多的是往这种S型柔和的线条去走 是与不是 那么如果说我今天要拍的是一个酷炫的妹子呢 或者说我今天拍的是一个硬看的形象呢 那此时此刻你的线条还是以S型 还是以这种比较柔和的线条形式去走吗 那当然不行 你要比较表现气场的 那肯定你就 更多的是用咱们的这种三角形 以及我们的直线去进行表现 对不对 你看像这种 这种大部分的话呢 它的线条都是有能有角的 它绝对不是太多的起现为画面的主导 明白这个意思的 同学打一个小型话 好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线条不同的形态 它是可以去对应不同的拍摄题材的 这里你自己要记住 自己要分享 然后紧接着在座的各位 其实呢 我们的线条你要去玩 它也会遵循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 也就是说 哎呀 我这上面的线条应该怎么做 下面的线条应该怎么做 其实线条在美术绘画当中 它会讲究一个上紧下松或者上松下紧 包括我们的服装设计 我们的服装穿搭 它也是一样的 那么你今天的美姿调整 也是要遵循一个上紧下松 上松下紧 那么怎么去遵循 比如说像这样的 现在上面的线条 你觉得是松散的还是收紧的呢 你看一下 这是松散的还是收紧的 它是散开的呀 你看它手往外破 它线条是比较散的 对不对 那么你看一下 它的腿它是怎样的 它是不是脚交叉 它没有把腿扩开吧 它没有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这样去做吧 它是上面手撑开 下面腿呢 就去给它进行了收紧 所以这种篇子呢 就叫上松下紧的心态 那么也有一种呢 叫上紧下松 那所谓上紧下松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你比如说上面 就刻意的去抱手了 你看为什么这张照片它不插腰 又把腿扩出去 因为它必须要遵循这样的一个美学逻辑 对不对 所以此刻 你看一下 这里是收紧的 下面它是放松下去的 所以你们下次自己去拍摄的过程当中 请注意 这个逻辑一定要遵循 明白的同学打一个意思 否则你是没有方向 否则你一会儿想叉腰叉腰 想踮脚踮脚 你就按照自己的逻辑随便玩了 是不是 好 那么线条呢 我们就暂时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好 那么在这里边讲完了之后 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我刚才有跟你们说过 线条的学习 线条的玩法 是比我们的面的玩法 要多的多的多的 所以你要去控线条 可能也会比你控制面 要复杂一些 因为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玩好线条 一般啊 在美术绘画当中 我们的线条还非常讲究一个 线条流畅性和线条完整性 那么同样 我们的这个摄影美学体系 是跟绘画美学体系是相通的 都是平面美学构成 那么在平面美学构成里面的线条 其实都是遵循线条保证流畅性和完整性 这两个关键点的 那么什么叫线条流畅性呢 也就是说这个线条出来了 要么它是有始有终的 要么呢 它是有逻辑性的 这种线条呢 才叫做流畅 是吧 那么什么叫线条完整的呢 就是说 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明明一个线条到这里 它可以完结 但是呢 你中途给它挡了一半 缺胳膊扫腿 是吧 这叫线条不完整 那么我一个一个的来跟你们说 首先先说线条流畅性 什么样的线条是非常不流畅的 举个例子 在现场实际拍摄过程当中 很有可能你会拍到人体 这样形成的一个线条 手本身可以垂直下来 形成一个非常流畅的线条 但是很有可能 你即将垂直下来了之后 直接把手掌伸出去 此时此刻 你的这个手臂跟手掌之间 形成一个90度夹角 那这样的一个线条 它是非常不流畅的 这样的一个线条的话呢 它是呈现了一种线条 急转弯的状态的 很多同学他会想 老师我压根就不可能这么去拍 我也压根不可能这么去干 你很有可能 在拍摄过程当中 你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会让模特 坐在地上 然后的话呢 往后靠手撑地 那个手撑地 往后靠抬头看天空的环节 你是绝对很有可能 把你的人体 设计出这种线条出来的 所以请注意 这种线条 一定不要出现在你的画面当中 很呆板 很尴尬 懂我这个意思吗 你比如说还有什么情况下 容易出现线条不流畅的状态呢 比如很多人拍照 他很喜欢让模特坐着 坐着了之后呢 为了把腿拍长 所以呢 把模特的 让模特把腿伸出去 在伸出去的同时呢 模特一般在自然放松状态下 这个脚尖儿 它是容易往上指的 但容易往上指 你就会发现 这个线条下来 然后马上立刻在脚掌 形成一个90度夹角 此时你去看到 这样的一个画面的线条 它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所以像在五五老师们 练习舞蹈表演的过程当中 其实经常都会被老师叫 崩脚背 崩脚背 你把脚背绷直了 这个线条才会有始有终 这个线条看上去 才会足够的流畅 懂我这个意思没有 否则你这个就是一脚灯 把人灯飞天 这个线条急转弯 理解了吧 那接下来我问一下大家 那像这种线条 算不算线条急转弯呢 算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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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不算线条急转弯 不算 还有呢 嗯 不算 风格需要 不算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线条 它是会有一些心理暗示的 各位 通常学色彩 会有色彩心理学 学光影也会有光影的心理学 学线条 线条也是会对人有心理影响 那么只是 只说呢 其实你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线条 它是有始有终的 而且呢 它这个线条 它也不是一条直线下来 咔嚓 然后一条横线过去 对不对 这个线条 它是有逻辑性的 比如说就像你开车 你今天要开这样的一个 单独十八弯 你就会觉得心理不舒服的 因为你有预判到 但如果说你今天开车 从收费站到下一个收费站 本来一条直线可以跑完的 突然要到收费站的时候 拐来个九十度夹角 你就会觉得非常不错 所以在这里边 像这种线条 它是不算线条去转弯的 OK 明白了吧 明白了 打一个小线花 这就是线条流畅性 请注意 下次你的照片线条里边 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线条完整性 我刚才有说的 如果你说你的线条不完整 就经常容易在照片当中 出现缺胳膊扫腿 比如说什么样的状态呢 比如说这两张照片 第一张不太好 第二张要好一些 那为什么第一张不太好呢 什么问题 把它指出来 我相信我讲了之后 很多同学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去评判你的美姿 胳膊 还有吗 还有哪里有问题 手 还有吗 没手 缺胳膊 少腿 对吧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到底 问题主要是出现在哪 我们往来看 两张照片都是同一个人 腿的摆姿 其实都差不多的 但是这只手的话 它很尴尬 放的位置 它这个手 明明可以表现出来的 把这个线条表现全 但是它这个手 它就藏在大腿里边去了 这就会让人 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遐想 这不太好 是不是 那么再来看这个部分 其实很多人呢 这个部分 这样的一个错误 它很少犯 但这个错误呢 它看起来很明显 但是啊 却是最经常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知道吗 咱们拍照是在一个三维世界当中 去进行拍摄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三维世界当中 我们可以左右旋转 我们的印象 我们的概念里面 会知道 这个人 它是有手臂的 它是有小手臂 有手掌 有手指的 我一旋转 我就看到了 那个拍照这件事呢 也是在将三维世界当中的画面 定格在一个二维平面上 一旦你定格在一个二维平面上之后 你的整个画面 是没有办法像在三维世界当中 进行旋转观看的 所以此刻 我们来看到 这里边的手 定格在二维平面上之后 看不到就是看不到了 你的观者没有这个印象 就是没有这个印象了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 就会觉得这个部分非常尴尬 没有 就是没有了 所以下次要 自己要注意 你不要觉得三维世界当中 你看到了 但是呢 你拍下来 有没有 你无所谓 你的观者一看 必然就是没有的 必然就是缺失的 这里明白的打一个一字 你看 这又是细节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问题啊 把大家对于美姿的问题眼光 看问题的眼光 一点一点培养起来 来看这张不太好 第二张要好一些 哪里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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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胳膊 嗯 还有吗 手 对吧 胳膊 对吧 还有呢 还有一个腿 给同学观察的非常非常的棒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哪里有问题啊 看一下 首先这个腿 这个手 这个头 这是不是破线 但这个很明显就是一整条直线 所以你看这个美姿就没有层次了 首先从破线上 第一张是做的不好的 很多同学刚才学是学了 现在你又观察不到了 还给我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后面这个手 它不在 这个腿 它不在了 这是不是缺胳膊小腿 就没有了 但人家这个是表现得很好的 表现出来了的 是不是 OK 那么这张照片的问题点 它仅仅只是于 在于此处吗 它这张照片的问题点 仅仅于此吗 不及时 来 这里算不算线条不完整 算不算 各位 算不算 算不算 这里算不算线条不完整 你会发现啊 很多时候你拍照 同样的小姐姐 同样肤白帽美大长腿的美女 真的在不同摄影者的手里 拍出来的视觉效果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像我们如果自己去拍 平时我可能就叉叉这样去拍 哇 手指头断了 但别人就把它展现得很好 所以请注意 这个也是属于线条不完整的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我们不能这样去拍一个手关节 表现出来没有手指尖 明白的 打一个小鲜花 同时呢 很多人是不知道 手应该怎样去摆的 手应该怎样去放的 那么今天 我也会给你们教一个 任何情况下都受用的一个手部美姿 来看五五老师了 如果要摆手部的美姿 其实呢 它应该是这样的 你如果这样去拍 那么你肯定是看不到五五老师的手指的 对不对 那么你要拍到五五老师的手指 这样侧面去拍会更好一点 或者说 换大拇指侧面 或者小拇指侧面 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所以拍摄的时候 尽量去避免去拍到这个 手背这个面 或者手掌这个面 那这样去拍的话呢 很容易就导致线条不完整 那这个手呢 通常我们要去放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放 这么放 他也是放 这么放 他也是放 不知道怎么放 那其实我们要摆手的美姿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金锯起手位 金锯起手位里面有兰花指 兰花掌兰花拳 那么兰花指是怎样的呢 它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的 大拇指会去找中指 第二指关节 食指往上翘 小拇指往上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兰花指 它之所以美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 表演者的手指头 它都是交错开的 是吧 交错开的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白皙 但是如果让你去拍 日常生活照 你让你的模特 这么摆个动作 人家就会说你作 所以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拍摄美姿手部美姿的时候 我们拍的是放松状态下的兰花指 放松状态下的兰花指 手指同样也是交错开的 绝对不能是并拢的 这样的啊 这样的是非常丑 非常不好看的 同样也是交错开的 但是大拇指也会自然而然的找一下中指 小拇指稍稍翘一点 食指稍稍翘一点 弯曲一点手 这样的话呢 来 看到这里 看到这里 看到没有 那此时此刻这个手 手指头它是交错开的 并且的话呢 手指 它会显得非常纤细 非常的修长 这样的手 拍出来的视觉观感 就会很漂亮 很美了 明白这个意思的同学 打一个一字 手很重要 细节决定成败 你要把这些细节 拿捏到位 你的片子一剪一剪的 就会被你修饰的更好了 OK 那么紧接着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张照片 第一张差一点 第二张好一点 找问题 第一张差在哪 同样一个小姐姐 同样一个环节 同样就摆了这么个动作 那动到底是哪里不太适合呢 手 手还在不在 看一下 手不完整 是吧 手不完整 还有刚才说到的一个问题 手背 对不对 好 破线是破了 腿线是人家破了的 去了一只手 手不在了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总结 各位 又是细节拿捏的点来了 别的老师不教你的 我教你 别的老师没跟你讲的 我给你讲 别的老师讲了 我还跟你讲 你认得听 我努力讲 你要努力学 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 就今天这么一节课会给大家提到了 好不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哪里有问题啊 首先大家都观察到的这里 人家这个表现的很好 这个表现的 对不对 肯定就是一个大 然后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 赞奏的各位 两只手 你觉得是第一只要好一点呢 还是第二只要好一点呢 第二只 非常棒 很多人他会想啊 老师我感觉第一只手要长一点呢 但是 我明确地告诉你 站在美术绘画的角度上 你就会知道这边 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问题的 什么问题 给你们画一下 比如说我们今天绘画 我们要去起形 我们要画一个形 首先我的画面重点是人的脸 我先把脸的形画出来 然后呢 你打算在脸的旁边摆一个手 你再起手的形 那么于是乎 现在整个画面 你去观察一下 当这两个形放在一起 叠加在一起 你是不是逐渐分不清主次了 逐渐分不清主次了 或者是你是觉得 这个应该是重点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面是很严重的在干扰 脸部这个面的一个表达的 是不是 所以通常情况下 你要注意 我们一般要去拍脸跟手 那么你的手的话呢 不要去拍手背这一大面 呈现出来 也不要去拍手掌 这一大面呈现出来 否则它会很干扰我们 整个画面脸部重点的表达 我们拍人像拍人像拍的是什么 不就拍人脸吗 脸就是画面的主要元素 那你就不能用次要元素 阻挡它的表现力 是不是 那还有 我们在这里边 再给大家讲一下 你的道具 在这里形成的面很大 在挡脸 可不可以 如果是道具呢 有些教程 手挡脸是不是不对 有些教程 我跟你们说啊 有些教程 它所出的这个教程 只是觉得 哎 我觉得这个有点好看 哎 我教你 你可以这样去拍 但是基本上 它是没有任何逻辑推演过程的 它的知识并不算是知识 它只是个人认知的一个分享 你按照它的去做 它很难去辅助你在摄影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 因为它没有美学概念作为支撑 所以你平反不了 它到底是好 是坏 所以学摄影 一定要把美学的基本认知学好 对不对 OK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如果说用道具去挡 那肯定是不行的 道具面很大 那也是不行 也是会喧宾所主 所以下次请注意啊 那么你看这边 人家就拍了一个大拇指侧面 那么拍侧面 它还有什么好处呢 在座的各位 再来讲细节了 你以前观察不到 你今天一定要观察到 转车了之后 一般拍女性 它是能够有一些细节点 很能展现女性魅力的 比如说女性纤细的手关节 你有没有去注意过 为什么有一些女孩子的照片拍的真的非常漂亮 非常美 你可以去看一下 它这种手关节的表现一定是非常到位的 但是你还在傻傻的把人家的这个手关节背面 或者侧面拍出来 你就不会去拍到人家手关节的这种骨感 你拍出来的视觉效果是比较平庸的 所以任何的氛围感 任何好看的照片 它都是由这些细节点一点一点的堆砌出来 明白的同学打一个一字 这些都是细节 你要去注意 这200%的就是有时候你花钱去请人给你讲这些东西 都不一定有人给你讲到那种细节上去 你一定要记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部分 腿部有没有问题 刚才没有任何同学说到 其实腿的问题会更大 而且是整张照片的败笔 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样的 五五老师说 要破线要破线要破腿线 破腿线可以怎么破 我踮脚 这不就破腿线吗 是破了 但是你会发现 你让模特踮脚 他通常知道要踮脚 但是他不知道他踮脚之后 他脚的方向 那么此时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这个大腿 和这个大腿 他是不是有差异 是不是有区别 那么如果你要解决这样的一个尖角 没尖对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让模特 动膝盖 你可以让他膝盖往后面背景方向靠 你也可以让他往我们的镜头的方向靠 那么想把鬼拍得更加的修长 我们应该是往背景方向靠 还是往我们镜头这边靠啊 各位往哪边靠 往哪边靠 往镜头这边靠 还是往背景后面靠去啊 往镜头这边靠 这个一定是细节 你看哪个女孩子高贵优雅的感觉 插了一个大腿在那里 像个汉子一样 所以这种照片 一般腿都是往里收往里收的 所以他踮脚了之后膝盖是往我们镜头这边靠 最终才会呈现这样的一个视觉效果 看到了没有 所以我经常说啊 同样的人 同样的器材 同样的场景 同样的拍摄条件 但是由于你对于摄影本身的认知太过于欠缺 那最终你就会发现你的片子总是差别一点 你的片子总是差一点意思 现在知道什么原因了吧 OK 那么这个细节给大家讲到了 来 紧接着我们做一个小总结 看一下大家对于这个片子的问题能不能全部找出来了 我相信这次基本上这个片子上的所有问题你们都能够看得出来的啊 哪里有问题 面怎么样 看一下他的面 脸面怎么样 胸面怎么样 腿面怎么样 两三大面全部针对镜头 pass掉 那肯定不行啊 我刚才才说过 三大面不要全部针对镜头 是不是 那子子你一看 哦不对劲 不对劲 怪不得这个看起来有点呆板和僵硬 还有一个我刚才在讲面的时候 我有没有说过 拍坐姿的过程当中 你的膝盖 你的腿面 是不能针对镜头的 你看现在就针对镜头的 大腿根直接少了一大半截吧 而且还有点穿帮的感觉 不舒服 是不是 这个点面记住了吧 那么三大面不对之后 我们再来看还有哪里有问题 再来看手部 那你像不像摊了个大饼在这 所以说了不要拍咱们的手背或者手掌 那么再来看这里呢 这里拍的是个手掌 这里拍的是个小母子侧面 那两张照片的气质完全不同 这张的话呢 感觉是一个非常时尚大戏的女孩子 但是这张的话呢 同样的身材 同样的表情 同样的场景 这张像在地里干了十天活 半牛杂被擦汗的 最区别一下子就拉开了 那么今天这些细节你们掌握了没有呢 掌握了的 学到了的 打一个小鲜花 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吧 OK 好 那在这里边 我们这个部分学完了 我要选上了 我五个小鱼 我访问我